所以其實他現在也是有頭痛跟其他相關身體上面的問題 然後現在不是就是之前很流行的問題就是保外就醫 然後有人說保外就醫就是放出去 那其實其實不是這樣的 就是之前有一個委員就是他根據矯正署的資料 所以就是先不管是誰就是 但是矯正署的資料還有說保外就醫的死亡率已經超過100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保外就醫其實就是那個他去就醫的時候 那可能會有一些就是人犯脫逃或是什麼等等奇怪的問題 那監獄可能不希望就是負擔這樣的責任 所以通常會在就是人犯就是快要死亡的時候 然後死亡的時候然後就放他出去 那很多人就因為沒有被放出去 或者是被拖延就醫的問題那就很久 那我們等一下會有一個 那我這邊想要轉開就是你自己我自己親身講的經驗好了 因為我剛剛幾張都忘記講了 像我之前第一次寄信的時候啊 後來阿順哥回信的時候他還寄了一日收告就是接近中秋節 他就很nice他就寄了一張中秋節卡片給我 但是那是我第一次寫信 然後我就覺得很感動 就覺得他那一份信件當中算就是他的字 他因為他其實他在裡面寫字他是要趴著寫 他非常他沒辦法寫 所以你的想像就是你要趴在第一張寫 然後寫了一張滿滿的稿子給我 然後我沒有就完全都不認識 我就覺得很感動就看到他的信 而且我那時候第一次看他的時候 我其實一開始去的時候我很緊張 我就覺得我就會幫你講說不懂 不知道要講什麼什麼什麼都那麼久 然後去的時候我發現我又比這一起去 然後我們其實完全不怕冷場 就阿順哥他就一直一直跟你講一直跟你講 然後他就其實我覺得這抽題在說 我覺得蠻難過一點就是 他就說雖然他現在很開始跟我們講話 可是他其實心裡其實非常難過 他不會讓我們感受到他難過的事情 他都一直對我們笑 就是擺出他大大笑人一直對我們笑 他就是有點小笑人 他不好意思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要讓大家了解一下 我們自己公團其實他是怎麼樣運作的 那現在先請 不打零 就會順中大哥 我們跟我們介紹網路管理者的負責 我們介紹網路管理者的負責 因為我老婆要生了 我說好啦 恭喜恭喜 那你就去了 結果中午他就到公司來了 到公司來以後呢 我就問他說 黃經理你生男的還是女的 他說 我怎麼知道那是十個醫療的事情 你們都聽不懂啊 那個結婚的人大概比較聽得懂 那個 有三隻鱷魚 有三隻鱷魚在聊天的時候 他就講 第一隻說 這個非洲的小孩最好吃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肉都是乾的 都沒有油 那好吃 第二隻鱷魚怎麼說呢 他說 不對 那個美國來的女孩 才好吃 肥肥嫩嫩的 很多芝麻 吃下去 一口嚼下去都會化掉 第三隻說 不對不對不對 我吃過最好吃的 是中華民國的法官 他的肉最好吃 怎麼樣最好吃呢 因為他油油嫩嫩的之外 他還沒有骨頭 他一口就可以讓我們吞下去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寫照 今天我們 我相信今天大家要來這裡 就是為了要來關心我們 國內的這個司法的 司法的環境 這個 我剛剛要講過嘛 所以說 我關心了這個司法 關心了這個 我們整個社會 40年的時間 我很高興 今天有一位大哥出現 總算有人來 不然在這邊的律師都比我年輕 但是 雖然我是這個年代的人 但是 我還經營了一個部落格 我們這邊有經營部落格的請幾種 一個兩個 怎麼年輕人都 也都沒有吃部落格 連秋和順都有部落格 對不對 人家在藝莊那個部落格 為什麼我們這邊沒有 那那個 我的部落格 就叫青春健康部落格 你直接打個部落格 也可以找得到我 已經有170萬人次的這個瀏覽率 所以 這個貴方 就把這個 他是希望我能夠來 把這個 秋和順的這個部落格 繼續把它經營下去 那 其實到現在為止 我們是希望說 我自己的那個 部落格 還有我的那個通訊物理 裡面 連絡人 大概有 有 將近十萬 十萬 可能超過十萬個人 是 所以 以前 這個 我們剛剛有看到那個 秋和順的這個 霸 霸王各位 那個故事 他們 以前 根本沒有人在點驗 那 因為 把這個 把這個影片交給我之後 我在一個月裡面 我 我把它推出去 大概 讓那個 那個 那個 這個 瀏覽的人次 增加了 大概 有 這個 增加了一倍 那 但是呢 一倍那個數字還是很少 我們 剛剛 都聽到了 我們AI AI 他們是要發動 幾十萬人次的這個 信件 那什麼最快呢 其實 其實網路是一個最快 最快 最好的一個公局 我們 國內 這幾年 從去年 去年最熱門 就是 有一個 這個恐龍法官 就是那時候出來的 恐龍法官是怎麼樣呢 就是因為有一個女孩子 三歲的女孩子 法官竟然判他 怎麼樣 親親因為他 沒有抗拒 所以他那個 結果有一個叫做 陳香江 他把他上網 去了之後 讓他那個 結果呢 在一個月以內 來了三十萬人次的這種 流覽力 結果政府看到了這個 才開始重視 然後呢 本來 那一個審判長要被 總統提名成大法官 都被 就被打下來了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是 希望我們能夠充分 應用網路的力量 但是呢 其實 雖然我有一些資源 我有一些資源 但是呢 我們希望說我們的那個 部落格裡面 尤其這些年輕人 其實 我可以跟各位報告 我從來沒有學過一天的電腦 那我 所以 可能 今天來的這些人 都比我學過更久的電腦 如果說 我們能夠 我都可以 把我的部落格 經營到一百七十萬人次 那如果說 我們 再把我們的 這個 內容 豐富之後 再把 這個 這個 透過我們的 這個資源 透過我的 我們現在 準備去 我已經去 我已經去目擊了一套的 這個 發信軟體 這個是 非常 會非常有幫助 那 我們為什麼 我為什麼會來參加 這個 邱和順的這個 救援 其實我是 剛剛講過 關心政治 關心 這個是什麼 我們台灣支持 為什麼 全世界關最久的 中國 都沒有關這麼久 對不對 我們為什麼 還有這樣的 一個 還關這麼久 但是 我們要把這個 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每一天 都可以活在這個 快樂當中 都可以活在 安心當中 我們沒有犯罪 就可以 好好的在這個社會裡面 那 這個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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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因為其實是在這一輪 是社大 在進行很多場的演講 那 所以我們請英寅來 給我們介紹 接下來接下來 想要注意什麼樣的事情 準備